第123集,事情远比蓝忘机想象的棘手,他原以为一头半个月就能回家抱老婆,结果拖了一个多月,最后蓝总被耗得没耐心了,一不做二不休,把叛徒的公司收购了,再把人踢出去,所有的客户又回到了蓝星,为了稳固关系,蓝忘机第一次张扬,把蓝氏总经理的名片到处拍送,见一个拍一个,顺便还让客户多多转介绍客户。 为了老婆的事业,蓝总高调地向支开屏的孔雀,那段时间,魏英的手机响个不停,全是客户加他好友的消息,而且统一加了好友,做了自我介绍后就不说话了,说是不打扰他休息。 后来魏总才知道,某人在客户面前三令五身,老婆在休养,且无打扰,宠溺之意易于言表,客户纷纷表示,杀世羡慕。 两个月后,蓝忘机回国,在机场见着街机的人时,且谋证了好一会儿,虽然每天都有打视频电话,但真人和屏幕上的人还是有很大区别。 五个月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,但魏英属于不容易胖的体质,手细腿细,人还是轻瘦的,这样就显得肚子的凸气更加明显了。 穿着宽宽松松的外套,也掩盖不住扑面而来的韵味,整个人温柔了许多。 他光是站在那里笑着就能让蓝忘机心软成一团。 那一瞬间,真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。 魏同学扑进人的怀里,思念从舌尖划出,蓝湛,我好想你,我也想你。 蓝忘机低头,亲在人的额头上,目光对时间,丝丝缠绵的蜜意涌入眼底。 爱在无声中流淌,两个同样出众的人,站着就是一副绝美的画卷。 保镖站在一百米外,目不斜视,静候着久别重逢的爱人互诉忠常。 蓝湛,你不在家,宝宝都欺负我了。 宝宝不乖,等他出来我揍他。 蓝忘机轻抚着人的肚子,假,严肃的连掩盖不住的笑意,从眼角写出。 人家说的不是这个宝宝,是你心肩上那个。 蓝忘机,原来是女儿。 干嘛,舍不得了。 慧音撅起小嘴,故意为难人。 哼,派个小汉监监督我。 那个小家伙,不知道爸爸给了他什么好处,每天监督他吃饭比上学还认真。 连吃多少饭,喝多少汤,甚至嚼几下他都要管。 睡觉也要管,手机不能带上床,说对眼睛不好,对弟弟不好。 慧音一反抗,他就插腰教训他,说什么这么大个人了,还不懂得自律。 再反抗,他就大喊奶奶,爹地又不乖了。 慧音瞬间闭嘴了。 蓝湛不在家,他觉得自己像坐牢似的。 好惨好委屈,所有人都盯着他,他都没有人生自由了。 某人眼眶泛光了,蓝旺鸡的犹豫一秒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好,我回去教育宝宝。 不是教育,慧音更正。 蓝旺鸡垂眸望着人,眼神询问,不是教育是什么? 要批评他,狠狠地批评。 要像他那样,慧音往外挪一步,流出空间后,插起腰肢,手指点点点,给人做示范。 他就是这样叫醒我的,你也要这样叫醒他。 蓝旺鸡,被人逗笑,蓝湛,你还笑。 抱歉,蓝旺鸡一秒收起嘴角。 老婆,你这样太可爱了,我没忍住。 可爱个毛呀,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憋屈。 慧音瞪着眼鼓着塞,看样子生气是真的。 看来小丫头的执行力,超乎她的想象,以后再出差就不担心老婆没人管了。 后来,蓝旺鸡和女儿演了一场戏,平复了某人满腔的怒火。 全烂女儿精湛的演技,哭哭唧唧求饶,差点没跪下来道歉,说以后自己再也不敢。 慧音看着女儿那样,心疼坏了,拉着蓝湛的手求情。 蓝湛,算了,我也有错,我要是乖一点,宝宝就不用那么操心了。 全烂我,我以后会乖,你别骂宝宝了,你真的不生气了。 会乖,会好好吃饭。 慧音点头如倒算,我发誓,我一定乖,再也不闹小孩子脾气。 蓝旺鸡和魏默默对视了一眼,偷偷在身后竖起了大拇指。 只是,某人发誓就跟吃饭一样,刚吃饱就忘记了饥饿的感觉。 蓝湛回国,某人心情好了,胎儿也稳定了,医生说可以适当加大运动量,在家闷了半年。 蓝旺鸡也甚至对于自家好动的老婆来说,实属不易。 于是,两人背着女儿,偷偷出去二人世界了。 为了安全起见,蓝旺鸡选择了高铁,不会颠簸,还可以欣赏沿途风景。 两人没有目的地,从南到北,再从东到西,走走停停,以舒适为主,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睡醒再出发。 一开始蓝旺鸡担心某人会累,结果是她多虑了,某人一踏出大门,就生龙活虎的像个小年轻,蹦蹦跳跳的比不怀在的她还灵活。 蓝旺鸡唯一担心的就是,怕她一不小心把孩子给蹦出来了。 不过,某人肉眼可见的开心,蓝旺鸡也疏心了。 但,再怎么贪玩,还是在预产期前一个月踏上了龟城,某人一听说要回家了,小嘴快瞧到天上去了。 蓝旺鸡一秒进入哄期模式,等宝宝出生后,你想去哪玩,我都陪你,下次。 我们可以坐飞机出国,去北极,南极,还可以看极光,企鹅,又或有些大,魏同学很快就被哄好,那要带上宝宝吗? 被人问到了,蓝旺鸡认真观察着人的神色,心里默默琢磨着,某人到底想听到什么答案。 带?不带?大眼睛瞅着人,这么难回答吗? 蓝湛,你不带宝宝,谁带呀?我可不想带孩子了,我带大一个了。 剩下这个闺女馆,喂奶把尿,还要擦拭,魏英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女儿的食臭到狂吐,整整一天都吃不下东西,后来闻得次数多,硬是被逼着习惯了。 那时候她才知道,生孩子容易,带孩子真难,带,带,肯定带,蓝旺鸡点头,连连英事。 早说嘛,原来是这个带,害她紧张出一身汗。 两人每去一个地方,都会给家里的小模拟买礼物,整整一大行李箱。 小家伙光顾着拆礼物,都分不出新教系两个不靠谱的爸爸了,去玩也不带上她。